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呂啟詩,先介紹身邊的嘉賓 是研究部高級分析員黃偉豪Rafi Rafi,你好 你好,先看看內銀股方面的消息 銀行昨天宣布,將會在下星期一起 定向降準0.5% 今天評級機構惠宇就此發表了評論 指今次的定向降準,屬於選擇性放寬 並不適用於大型銀行 而且他又說,去年年底確認 中國五大國有銀行都有主要風險 包括不斷上升的槓桿 還有外貸款的快速增長 不如先和Rafi談談 其實我都見到四大行在五月頭的股價都有一個反彈 其實是否大家都已經開始見頂味 都在擔心 未來內銀股 又可否擺脫剛才惠譽所說的風險因素 當然,能夠擺脫就很難判斷 因為內地這個所謂防貸的風險 或是地方債等風險來講 其實總體壓到多少呢 其實都不是很多的說法都不同 或者實質的數字都未必一樣 所以能夠擺脫得到 或者改善得到 很難去做個實質的一個判斷 但這樣說 我都很相信這個風險 是一直都存在的 而這件事 其實亦都相信久不久 都會影響到內銀股的表現 自然這些因素在存在下 其實整體法不斷都對內銀是比較忠誠 甚至同意偉爾所說 今次這個加強定項降準來計 的確不要說四大行 就算上市了的一些內銀來計 其實數得出都不是太多間可以叫他受惠得到 這個所謂定項降準 因為他最主要的目標 都是做一些三龍和微小期為主 要貸款佔一定佔比以上才可以降這五十點 但是以四大行或五大行 甚至拉上其他 譬如交行、招行等等去看 其實都沒有這件事可以做到 變相對他們實質的幫助性 就真的比較少 所以很同意一點 這一層雖然慢慢慢慢上升 但其實個別升了不少的時候 其實你說接下來 再大升的空間 我覺得就比較有限 反而可能有機會 乘住幾間內銀商界會隨正等等的時候 可能藉著這一刻 都會做整股 都不出奇 我們都轉看看港股的消息方面 昨晚道指在創收市新高 不過今天A股立入MSCI指數 就蒙碎 不過恒指 今早就低開34點 其後在低位徘徊 最低見過23,168點 跌147點 午後開市之後就繼續偏遠 我們都看收市的情況 恒生指數 收市報 23,257點 跌58點 國企指數報 10,508點 跌10點 大市全日成交525億 都跟Rafi談談 其實港股昨天就升穿了6月3號 大概23,327點 這個高位 都逼近年初最好成績23,469點 這個高位 今天都看到 開始有個調整 恒指再次升上23,300點的阻力 但是未來要突破了 是不是都需要一些新的趨勢 就是幫幫他 其實我相信 未來都要再等一等 因為如果以這一刻來計算 雖然慢慢看到很多 之前大家所預期的事情都相繼公佈 好像 之前的歐央行意識 美國的報告 內地的數據等等 都沉迷出了CPXPPI 的確近期所說的因素 都慢慢浮現出來了 但是似乎對我市來看 都不算太有個大方向性 不論升同跌得好 都不離之前自己說的區間 229,233,234附近 即是這500點都是不斷上落著 所以都會相信 要看看接下來的發展 特別這個星期尾 內地都會公佈其他的數據 譬如固頭 很多金融內地的數據都會公佈 甚至下星期來計算 其實是美聯儲的儀式 我覺得都要看看這些因素 能不能夠令到時 有個走出環區間的情況 所以變上暫時 我覺得短期來說 如果成交都不算特別大 或者不是特別有太多 所謂刺激性的東西的時候 港股來計算 我都覺得是剛才說的 這500點 229 就要234附近去剩下 我們都一起跟進藍籌股收市的表現 匯控跌跨近1% 報80.9 中移動跌超過2% 報75.15 中行無升跌報3.73 工行升1仙 建行跌1仙 港交所升4毫 報147.3 中人秀跌近1% 報21.65 友邦保險跌1毫 騰訊控股升超過2% 報116.4 金沙中國升超過3% 報53.7 長實跌1毫 新地跌超過1% 收105.6 九倉跌1毫 報56 中海外升1毫 報19.38 華潤置地沒有升跌報14.7 看看這幾隻 中海油跌近1% 報13.48 中石油沒有升跌 中石化跌超過 跌跌近1% 昆仁能源跌6仙 中國神華跌1毫 連日都下降的淘賭股 今早都見到它明顯反彈 疫史上升 剛才都見到銀魚和金沙 今日表現都是向好的 是兩隻升幅最大的藍籌 瑞信也發表了一個澳門博彩業的研究報告 就說 由於市場都擔心貴賓廳的收入增長減慢 又有些負面新聞 大行又降它們級 其實連日來 豪賭股的股價 都有急速的回調 不過它依然相信 豪賭股的股價 是過度修正的 都建議投資者 吸納金沙和美高梅 兩隻股份今天都上升 不如我們一起跟進豪賭股的表現 銀河娛樂升超過3%57.65 澳博升超過1%19.34 新豪博亞升超過2%80.9 永利澳門升超過2%29.25 金沙中國升超過3%53.7 美高梅升超過3%24.7 銀魚主席呂志和 今天都在股東大會後出來解話 說金管局限制使用銀聯卡的消息 都是言之上早的說 依然看好博彩業的前景 因為澳門在旅遊、娛樂方面 其實前景都是不錯的 即使有世界盃 對業務都好像不太大影響 先跟Rafi談談 見到呂志和今天都出來說話 其實是否都有助 去穩定大家對豪賭股的信心 會否都可以持續上升勢 我暫時都有些保留 我覺得今天雖然是3%2%上來 當然不多不少 最主要受到女志和 可能講話的帶動 等等什麼都好 但這樣說真的 始終他自己做這一行 一定對行業的前景看法 很難說唱得太淡 所以我覺得變相唱得好也好 其實不等於實際的情況 一定是這樣 甚至乎就算要說話是對的 假設暗營有很多人去 或者博彩收入都不錯也好 但唯一要講 就是要看另一個增長 就算數字是保留到也好 你增長沒有那麼明顯 集不到譬如乘幾兩成的時候 其實很難令到豪賭股再上 因為始終現在大家不是看過壓度多少 即不是看博彩收入的壓度多少 回來看增幅有沒有明顯一點的上升 因為始終隨著過去幾年紀數那麼大 很難再有乘幾兩成的升幅 雖然除了這實質的東西來講 就算有繼續保留著人去也好 究竟幫到博彩業多少呢 我都有一些疑問 甚至除了本身之外 不斷地說到很多政策上看 其實近期都轉了很多所謂的風聲 都比較是有些離淡豪賭股 雖然整體加起來計算 我覺得其實這一陣豪賭股 雖然今天膽一點 但都是借著個技術便是打淡為主 你說的聲勢 我覺得未必保留太久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先觀望 反而大家本身身上還有貨 我覺得等蛋高多一點 才考慮去減一減榜 而沒有貨 這一刻還是先建議觀望 不要緊急入貨 趁有少許時間 我們都跟進一下 今天的焦點板塊 歐書單編號973 昨天公佈業績 全年賺少了2.7 今日依然捱股 股價今天收起17.3 跌2.8% 大行更加降低目標 Rafia 其實都見到歐央行 之前都有一個鬆銀筋的政策 其實歐元跌 其實歐書單來說 未來的成本是否下降 對於業績來說 會不會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當然 你說臨界起死回生就言之上早 但我覺得你說 這刻歐央行做事 見上令到歐元藥 其實對它都算有利有幣 幣來說當然是當地業務 周歐元來說會有打擊 但起碼它本身有很多產品來計 都以歐元做原材料成本計價時 這項模擬有些幫助 所以整體來說都要看一看 但今早說過一點 現在價格仍然軟緊時 我相信短期期仍然有了一步下市的可能性 就算大家都想撲或撲中線都好 起碼等到大約16.5附近 我覺得如果去到這位置 有選定的才再考慮到未遲 謝謝Rafi 你詳盡的分析 我們這節的直播時間又差不多 先和你做個申報 剛才所說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拿著哪一隻 沒有的 謝謝 今天全日直播的時間就到此完結 明天同樣時間九點半 再和各位家庭觀眾見面 拜拜